一箱箱高麗菜沉堆的放 志工们忙着拆箱 因为高麗菜生产过剩 价格崩跌 农民血本无归 中正区建国里里长王亚兰 发起了捐三张发票 就送一颗高麗菜活动 果然吸引不少民众排队 二三四五六只 两颗 但几乎都买不到 又涨价了 然后菜因为这几天又下雨的话 又涨价 那旅长很好做这个爱心 让我们拿花票来看高麗菜 因为但没吃没关系 可是一定要有青菜 来主要是因为说 响应他这个做爱心公益的活动 然后他刚好又提供这个高麗菜 也是很好的活动 所以我们来参加 我觉得蛋都吃不到了 总不能吃不到菜吧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用发票 三张发票换一个高麗菜的活动 我觉得很棒 那我觉得也可以帮助挺一下菜农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 所以我看我们一大早就来排队了 还上班之前先来领一颗高麗菜再去上班 民众拿着发票 排队换高麗菜 用行动力挺农民 也能够帮助弱势团体 精英早餐店24年的里长王亚兰 有感于鸡蛋都比高麗菜还贵 虽然缺带严重 但能抢到便宜的高麗菜 送给民众 让民众也是一种小确幸 我们发放高麗菜已经第二次来 不是第二年 因为疫情两年期间我们没有发 上一次发是因为高麗菜大风 风寒 然后超级便宜的 所以我们就是农民的辛苦 我们就是帮他一起分担一点 那今年呢 因为疫情 有那个机温 然后蛋价又很高 然后想说里民 百姓买蛋买不到 然后我们就买高麗菜 就是让百姓里民能好一点 开心一点 然后也一起做爱心 因为最近高麗菜开始量产 但是因为天气下雨的一个状况 这样高麗菜价也不断的一个上涨 所以今天借由这个发票 捐发票做爱心的活动 其实也让民众除了选择鸡蛋以外 民众也是可以选择高麗菜 来这样 然后告米平我们市场上面的一个价格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 吃到好吃的一个高麗菜 停办一年的爱心活动 今年疫情趋缓 如今恢复举行 里长王亚兰力挺农友 也鼓励民众多吃蔬菜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道